近期,中澳之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从双边贸易到漫画事件 莫里森政府的态度无不充斥着西方傲慢 一副强买强卖,中国才是恶人的嘴脸 但结果证明,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只会火上浇油 发现势头不对后,莫里森终于学聪明了 在澳商品对华出口受限之后,莫里森紧急灭火 称希望与中国和谐共存 在要求中国对漫画事件道歉后 仅过一天,莫里森就认怂 告诫政府官员不要再放大那件事 在十天之内四次发出求和信号后 堪培拉认为接下来中澳贸易与外交紧张关系将会缓和 没想到中国又打出了一拳 据海关总署称,中国已暂停从澳大利亚某公司进口牛肉 据了解这是中国今年叫停进口的第六家澳牛肉供应商 当天晚上,该公司总经理伊瑟恩表示 这将会对公司造成严重的打击 相关人士认为,这次叫停澳牛肉进口 大概率是澳产品没有通过中国的检验检疫等要求 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表示 中国海关在检测肉类产品时 屡次发现澳大利亚个别企业牛肉存在问题 牛肉对华出口被叫停 对澳农民的影响最大 澳大利亚全国农民联盟代表认为 中澳关系让人感到痛苦和担忧 但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妥善地解决眼前的问题 希望莫里森不要放弃 因为这对澳农民十分重要 综合近期的消息来看 被中国叫停进口的不止是牛肉 还有大麦、葡萄酒、龙虾等产品 其中葡萄酒受到的影响最大 中国是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最大的金主 每年进口额约占澳葡萄酒出口总额的37% 但由于澳葡萄酒存在倾销 中国自11月28日起 宣布对澳葡萄酒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有意思的是 当澳大利亚葡萄酒对华出口受限制后 一些西方国家议员却在社交网站上帮澳大利亚推销 称多喝两瓶澳葡萄酒对抗中国 中国人享受不到这样的美味 西方议员说出的这番话 除了给中澳关系交由外 对澳葡萄酒销售起不到任何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 中澳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 与以美国为首的教唆势力有重大关系 针对莫里森政府的对华态度 澳媒做了一篇专题报道 质问莫里森清楚自己在对中国做什么吗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 莫里森政府对中国的恶劣态度 给澳大利亚的各行各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澳前外长埃文斯也呼吁莫里森 停止挖坑少一些抱怨 承认中国一些国际愿望的合法性和必然性 反思自己的一些经贸政策 以及外交的独立自主 与中国达成良好的合作 才是解决澳大利亚面临的困境的阵途